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朱祁琳 彈信聰 這一個多月來政壇吵得最兇的 當然就是柯文哲的MG149的帳號 最近其實幾乎所有的談話 節目都在談這個議題 可是有時候我們覺得說 你這樣插到沒頭髒 搭來搭去 其實真的對問題 對觀眾來講 要是聽到沒什麼 甚至後的民嘴 說得這樣 氣得嚇得這樣 嚇叭在獨自自己的心臟 究竟MG149他有什麼疑點 而這些疑點 柯文哲 是不是講清楚了 在講了這麼久之後 到底還有哪些事情 是大家所關心的 是有疑慮的 另外這一個禮拜以來 包括政府許許多多的 這部門都分別 不管是發文 或是私下去做調查 當然也有很多人批評說 這個是叫做濫用國家資源 或者是用國家機器進行 全面性的政治追殺 可是臺北國稅局講說 我第一個有輿論吵得這麼兇 第二個有立委明代的質詢 第三個我真的收到檢舉函 我難道不查嗎 我不查才叫做行政怠惰 今天我們要來談兩個議題 第一個在這一陣子以來 不管是立法院或整個行政部門 司法檢調系統去追查MG149 這是否違反行政中立 或者是說這叫做行政司法 沒有所謂的選舉空窗期 第二個議題 我們再來談談MG149 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 連勝文陣營的媒體組組長 李游龍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文化大學政治系的教授 楊泰孫陽老師 大家好 柯文哲陣營的顧問 郭正亮郭委員 大家好 民船大學公共事務系的助理 教授陳曹建 陳老師 大家好 今天民進黨主席 蔡英文也開炮了 他說真的不要濫用國家機器 因為如果說政府一直用 違反行政中立的方式的話 那麼受傷最重的還是整個國家 但是羅淑雷今天又批評 這個司長真的是大有問題 我們來看看 臺北市長選戰 柯文哲的MG149帳戶 持續被對手放大檢視 甚至國稅局也開始介入查稅 對此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批評 馬政府為了選舉的勝負 用行政機關當打手 對付選舉競爭者 更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要求馬政府停止干預選舉 蔡英文也呼籲公務員 因嚴守行政中立 拒絕配合無理的政治打壓 民進黨也會負起監督的責任 維持公平選舉 希望選民拒絕一個濫用公權力的政黨 如果國民黨立委羅樹磊仁錦咬 柯文哲MG149 臉民裡頭的司葬不單純 選戰倒數不到兩個月 國民黨除了立院黨團成立PK小組 捍衛北台灣選戰 當主席馬英九也在中常會 拉台高雄市長選情 相挺楊秋新之外 也不忘炮打城局 從高雄氣爆的救災反應 到高雄淹水的政府處理 馬英九稱許楊秋新和民進黨不太一樣 楊秋新也批評 城局氣爆善款使用不透明 懷疑是拿來綁裝 要求檢調介入調查 記者小林之間王新中台北報導 這個是臺聯的立法委員 葉晶玲在他的臉書上 所公佈的財政部 臺北國稅局去追查 柯文哲的稅的這個問題 這個在今天的報紙 以及很多媒體都談過 我們來看看 主要就是要查幾件事情 第一個呢 他說要公佈 要追查民國一百年 到民國一百零二年 這個是針對凱達格蘭基金會 當然他也同時發文了 六七個單位以上 到底你有請柯文哲來演講嗎 你有給他錢嗎 錢是有多多 有報稅嗎 不然這個錢是怎麼出入的 再來你有捐錢給臺大醫院嗎 他查這個 你可不可以不理他呢 他說你不可以不理我 你一定要跟我講 否則我依照稅捐基增法 或者是行政程序法 我可以罰你錢 這個是國稅局的一個大動作 我們來看看 其他部會的一些動作 臺北地檢署呢 在前一陣子 已經約談了劉如意 也約談了蔡壁如 抱歉 審計部呢 審計長公開講說 臺大醫院四零二專戶呢 沒有依照公益券目條例 規定上報被查 就是說已經查過了審計部 然後呢也查到臺大去查 四零二專戶跟MG一十九的帳戶 審計部查了 教育部的正風處 會計處也到臺大醫院去查了 我們再看看其他的部會 臺北國稅局也就發了 剛剛我們看的這個文 然後要查清楚 到底有沒有給錢 錢怎麼給的 廉政署也大動作 要以連例治案呢 請正風單位介入 要來釐清案情 立法院在禮拜一 財政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很少 是這樣子 聯席審查 找了四五十個校長 還有非常非常多的 這些教育部 以及財政的官員來說 到底你這個MG一十九 有沒有問題 而且還是進行假期動員 我先請教一下猶榮 這樣子叫做政治追殺 其實在我們自己來看 其實只要臺灣有一件大事 我們的立法委員 其實他們的動作都很多 包括了只要是甲油的事件 對不對 這個共諜的事件 所以感覺上 只要有大事 人民關心的事 我們的立法委員就開始動起來了 那當然了 這一次跟選舉又掛上 所以大家就說選舉到了 這個MG一四九 哇 怎麼全天的鋪天蓋地來查 好像這個陣仗太大了 可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想 大家想不想把這個事情搞清楚 如果是想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看起來感覺又是立法委員的職責 他是可以這樣去 來針對每一個部會 問清楚的話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就不需要把它 跟選舉做一個掛鉤 那可能各方的反應似乎也過大了 那也不用太這麼大的角度來看 就把它當作平常的一件事情 各地方希望把這個事情追查 所以你不認為 這有A反行政中立的問題 我覺得這看個人的解讀 因為跟選舉掛上了之後 就感覺就是好像無線上綱 感覺這件事情好大 這個國家機器 怎麼全部都動起來了 在調查這個MG一四九 可是如果說 我們把它想想 是平常一般的民生的這些事情 甲油的事件 不是大家也都在問吧 當初的張顯耀的事情 不是大家也都開始 叫到立法院來問 到底有沒有這個 這個是不是共諜 是不是 大家不都是也是按照這樣做 其實我們的立法院 整個操作 針對於這些問題 其實其來有志 他們長久以來的習慣 碰到這個大的議題 就會鋪天蓋地 那剛好這一件 這件事情又碰到了藍綠 又碰到了選舉 所以看起來動作 可能就覺得特別大 我們來看看國稅局 怎麼回應 國稅局其實也很少見 在昨天開了一個非常正式的 記者會說明說 他為什麼要查稅 國稅局說 我當然要查 我不查才是行政怠惰 他第一個先澄清 我絕對是行政中立 絕對不會介入政治 可是有三個情形 第一個輿論民情 第二個立委質詢 第三個有民眾檢舉 這三件事都發生了 難道不查嗎 不查才叫做行政怠惰 如果在追查過程中 又發現新的事證 又或是有人來檢舉的話 那麼不排除要擴大調查 這不是針對特定人 發公文來索取稅務的 這些憑證資料 這是屬於例行性的資訊收集 那只是先查說 給付給柯文哲的這個酬勞 是不是跟他所說的是相符的 如果查就真的有一個 這個也是幫柯文哲澄清啊 而且他是已經接到 那人家說你只查柯 為什麼不查臉 他說沒有 我不是不查臉 我已經接到民眾檢舉 連勝文 而且見數比柯文哲多 很多很多 等一下我們會看 那個Joy Cole 他也有公佈了一個文章 就是說他的回復 國稅局講說 雖然接到很多很多檢舉文 可是這都是在第一階段 也就是說 這些資訊都是媒體講過的 其實還沒有說 非常重要確定的實證 所以沒有在進入 第二階段的實質調查 我先請教 這真的可以叫做行政不中立 真的可以叫政治追殺 當然是不中立 我跟你講 今年參選的人超過兩萬人 那柯P他的MG49 一年 十二年來 平均年收入是八百九十萬 這個是一個緊急 立即會影響到國家的案件嗎 而且大家都已經參選登記結束 我參與臺灣的選舉 真是二十幾年 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人這樣立案 在最後五十幾天的時候 這樣來追殺的 因為這個明顯會影響選舉結果 那你要不要負選報法的責任 我的意思就是說 候選有兩萬多個 你就挑柯P 連社會員也被檢舉 也有輿論民情 也有立委質詢 那經會坑殺散戶 那個事情 那不用談嗎 逃漏稅不用談嗎 力爆財產不用談嗎 你為什麼國稅主義 沒有發公文給他呢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光就參選的人 是兩萬多個 你就針對賀文哲來幹 然後第二個是 現在離選舉只有五十幾天 還有第三個是 只有考試院沒有被動 其他全部都被動 因為馬英九直接下令 連監察院的審計長都要都要都要出來 四個院都動 四個院 這歷史上沒有過這樣的個案 而且他的金額又不是說極大 會影響到你財政部的財政稅收 他一年的收入只有八百九十萬 所以你剛用這種大陣仗 明顯當然是選舉跟政治目的 要說請教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剛剛講說那個國稅局講說 沒有沒有不查連勝文 連勝文被檢舉的這個案件 比柯P多很多很多 但是查的都是什麼呢 這是周玉寇 自己所公佈的 然後國稅局回給他 說周玉寇 女士您好 那你來檢舉的這個逃漏稅呢 這當然是檢舉連勝文逃漏稅 他們已交給有關單位來處理 請周玉寇耐心的等待 財政部國稅局的回覆 謝謝 請周玉寇我補充一下 為什麼這個會浮上網站 因為美麗島寄純正信函 直接寄給局長 說你如果再不答覆 我們就立刻公開 所以他今天只好網路上做回應 不過楊老師我想請教你 什麼叫做行政中立 現在會有兩邊 柯P的陣營一定講說 這行政部中立 這個是請全國政府致力 做政治追殺 連政議員說這當然是合理的追查 難道你不查嗎 可是我想問 每次遇到選舉 很多事情就會失焦 就會變得很複雜 在選舉期間 的確有人檢舉 然後呢 輿論談了很多很多 行政機關該查不該查 又該怎麼查 或是不該怎麼查 我個人是從這個法治的 這個角度來看 我認為有任何違法的事情 都該查 包括連勝文人家檢舉他 其他的逃漏稅的這些問題 我認為多該查 可是我們憑良心講 現在在新聞上面 能出現的密度 受到關注的程度 無疑是柯P的這個事件 比較這個受到關注 那我們講行政 行政中立 我們不要忘了 行政人員 他有他的裁量權 他也可以去排他自己的輕重緩急 他在排這個輕重緩急的時候 是不是有政治的力量在裡面 我覺得這不是我們要去質疑的 我們要關切的是說 他有沒有不公平的地方 他有沒有違法的去查案 那你如果當事人的確有違法的情況 那人家今天就解了你這個案子來查 那我覺得這個要去說 這個是司法追殺或者什麼政治追殺 我覺得有點太過誇大了 我覺得有點太過誇大了 那我們我們看這個事件來講 這個柯P的事件 的確是有涉及一些利益輸送 的確是有一些逃漏稅的這個嫌疑 那這個我覺得財政部來查這個事情 沒有什麼不妥啊 你可以講 我記得以前跟這個姚立民 這個柯P的這個競選總幹事 一起在座談的時候 他也一再差不多一個月 他也一再強調 希望政府趕快查 趕快讓這個案子趕快來結束 我們現在擔心的不是查不查的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說 你查了以後 你就一天到晚在那邊放煙霧彈 說查了有可能有嫌疑 然後又不把這個證據 又不把這個資料公佈出來 然後使得這個柯P 依致限於這樣子的一些流言 蜚語之間的使得他的選舉 很難去去很難去進行 那這個就是就是有司法追殺 或者是有行政不中立的地方 那如果說因為他的這個資料 現在幾乎都已經呼之欲出了 柯P自己也把所有的這個資訊 全部都公佈在他的這個牆面上 那如果說這個財政部 可以在一個禮拜之內 把這些資料逐一做一個比對 然後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 那對柯P來講 不是也是一件好事嗎 所以你現在說 一定要讓政府不來查 然後使得這樣子的一些流言蜚語 一直不斷地在流傳 對柯P的選情來講 我覺得也不見得就是好事 所以查人家也會批評 是行政不中立 不查人家也會批評 你是行政不中立 但是我想問的是說 我們談的是國稅局的部分 那包括其他的 不管是教育部 國科會審計部司法檢調 全面都啟動 你不認為這個有問題 我不認為這個有問題 你剛剛所列的 至少就你剛剛所列出來 現在在啟動在調查的 全部是權責單位 你並沒有列出來 比如說調查局 調查局是受命去 可能是教育部或者什麼樣 針鋒單位 拜託他來做一些調查 也許是有 可是他並沒有說在第一時間 當大家都還在捕風捉影的時候 他就跳出來說我要來查這個事情 那今天你所列的都是權責單位 就像財政部講了 我不查 我變成是行政帶動 他是權責單位 所以比如說教育部 或者包括立法院的這些民意代表 或者包括財政部 我覺得他們 他們要跳進來關切這個事情 是應該是正常的 陳老師 實際上事情的發生 是立法院發起的 他衛福跟財政聯席 所以 教育部跟衛福聯席 所以衛福不介入 教育部列入 所以臺大醫院院長只好去 對不對 那審計部財政要質詢 所以上這些單位 都是因為立法院發動 才開始被捲入的 那立法院就是有非常明顯的黨派色彩 OK 陳老師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查 當然是可以查 但是真的如果要查的話 必須是依法調查 那以這一次國稅局 就是臺北國稅局 發給這一個各單位的一個數函來看 其實在行政調查上 有諸多的違法之處 第一個違法之處是我們稅捐基增法 第三十二條規定 如果稅捐基增機關 像國稅局 他為了查稅 那其為執法人員之身份者 必須要表明身份 例如出事證件等等等 表示他是一個執法人員 這樣子才能查 結果在這個書函上 我們可以發現承辦人員 是用代號叫三一四三 用代號不是不可以 用代號必須要有職務上的一個必要 或是保密上的一個必要 才可以 但是稅捐基增法 既然已經特別規定 必須要表明 其為執法人員之身份 那國稅局 臺北國稅局 就有必要把承辦人員寫清楚 否則的話 這樣的一個行政調查 就好像是一個便衣警察 在路上藍了一個人 說我的代號叫三一四九 我的代號叫三一四三 請你出示證件 請你提供資料給我 不然你就違法 這個在我們大法官的這個解釋中 在我們各該這個專業法律的規定裡頭 這個其實就違反了法定程序 這是這一號公文裡頭可以看得到的第一個違反法定程序的一個地方 第二個是如果這個真的要查也必須要符合法定這個程序 所謂的必須要符合法定程序是指法定的要件要該當程序也要該當 以這個行政調查來說 他並不是處分行為 他只是一個調查行為 那這個調查行為 他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呢 主要的這個調查權責 是在行政機關的身上 例如臺北國稅局的一個身上 第二個在書函裡頭 他必須要把相關的這個事項 依照法定的程序 載明清楚 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呢 他張官李載 這個寫錯了 這個最後這個兩個部分所寫的 以最後的這個內容來說 他說你如果沒有在這個法定期間 內來陳述意見 那市委陳述意見 權力的一個放棄 乍看之下引的法條 好像內容都沒有錯 可是他引的法條是行政處分的作成 這個意思是我準備對你做處分 你如果不做這個陳述意見 那我們可以對你做這個處分 引錯了 真的要引的話 也是要引什麼 也是要引行政程序 第三十九條 行政機關在啟動 他的一個行政調查程序 可以發書函 來告訴相對人 或者是已知之利害關係的人 告訴他 我有一件事要調查 但是事由要講清楚 這一次事由要講清楚 時間要講清楚 就是幾年幾月幾日 這個幾點以前請提供 地點要講清楚 例如我要到你的這個機關去 就是你這個機關要受這個調查 可是還有兩件事要講清楚 一件事情是你可不可以委託他人 來代為陳述意見 這是我們法定程式所要求的 另外呢你如果沒有委託他人 來陳述意見 你如果沒有這個如期陳述意見 視為陳述意見 權力的一個放棄 可是這個法條依據 並不是一百零五條 而是行政程序法 第三十九條 也就是說這一份公文 其實還有第二個如何 第二個違法的 這一個地方 那第三個呢 其實剛剛楊老師 這一個講的沒錯 權責機關是可以查 但是權責機關 他有所謂的裁量權限 依照我們行政程序法第三十六條以下的一個規定 行政機關的一個調查權 他行政調查的一個啟動 叫做職權調查主義 所謂的職權調查主義 就是本於職權 他可以去裁量 不受當事人陳述意見 或者是舉發函意識的一個左右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以國稅局來講 他當然有多方的壓力 比如說來自立法委員的一個壓力 來自於民眾的一個舉發函 他真的要啟動調查 可是他這個啟動調查的時候 他是要依法行政的 要受法律 要受法律的原理原則 這個拘束 不能夠指對如何 個案來調查 那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國稅局 他說我不是針對個案來調查 可是裡頭的這個內容 就是指對一個個案 叫做柯文哲君 是不是 這個在演講費上 在收入上有瑕疵 真的要調查 是禁止差別待遇的 就如同委員剛剛這個所講的 卓宇寇他們也這個請求 這個調查 連勝文案 為什麼連勝文案就不調查 或為什麼連勝文案的 這個調查 是排在後面 那這個其實就違反了 這個行政中立了 這個是我們可以單單從這個 罕裡頭看得到的三大瑕疵 不過這部分可能國稅局必須要很正式的回應 陳曹健 陳老師的剛剛非常具體明確的指控 我可能再簡單重複一次 他認為臺北國稅局已經明顯違法 這是陳曹健的意思 第一個 你不可以用一個代號來講 承辦員 什麼三一四三 你一定要具體的名字 否則這是違反整個行政程序法的 第二個你援引的這些法條 也是錯誤的 這也是違反行政程序法的 那另外所謂的行政員 人員的裁糧權 這部分呢 這也都需要國稅局自己的一個回應 可能也不是在座兩位可以回應 但是我們來看看 選舉一到 很多事情會變得很複雜 很敏感 很快 說不清楚 可是他真的也會影響到選情 我們來看看 其實臺灣有太多 太多的這個經驗 包括這一次 羅素雷指控柯文哲 那當然互相都還在告來告去 當中 事實是怎麼樣 還沒釐清 最後會不會影響選舉 還不曉得 基隆市長 黃景泰候選人 參選人呢 現在還被收押當中 這個 然後國民黨呢 黃景泰的弟弟是控訴 國民黨濫用司法 那黃景泰的妻子說司法迫害 那是因為黃景泰已經登記了 那他表示參選到底 這部分呢 司法是否介入選舉 這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 我們來看看其他經驗 總統大選宇昌案 這個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兩千零八年 雲林縣長舒志芬呢 以涉嫌說景美環保公司收惠案 把他收押了 那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舒志芬是手舉得很高很高 就很像馮光源這一次 要那個入監一樣 兩千零六年黃俊英 國民黨的候選人呢 是被陳菊陣營指控說有走路攻 結果黃俊英落選 那當然黃俊英後來提當選無效的訴訟 那後來呢 陳菊是勝訴 黃俊英一直認為他之所以敗選 是因為敗在這個走路攻的抹黑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案子 兩千年的新票案 這跟宇昌長 大家也都非常非常熟悉 宋楚瑜到現在還念念不忘 他還是認為他落選 跟新票案有直接的關係 高雄市長選舉 在九八年的時候 吳敦義那時候 被指控說有婚外情 那時候的前民進黨的 市議員陳春生 公佈一個桃色錄音帶 然後吳敦義到現在也是氣得要死 再來一九九三年屏東縣長選舉的時候 蘇貞昌是被武哲元跟鄭太極以文宣 抨擊說他草地皮 結果蘇貞昌落選 很多人講說在選前行政部門 特別是司法部門的任何動作都會變得非常非常敏感 可是司法部門的回應就是說 司法沒有空窗期 不可能因為要選舉就不爭辦 不深壓不判決 我們來看看政治跟行政機關的動作 這所謂的行政中立 到底該如何拿捏 近日臺北市長選戰 參選人柯文哲的臺大MG149帳戶 成為焦點 國稅局昨天被爆料 發函調查柯文哲 受邀演講的相關稅款 對此民進黨發言人林俊憲 抨擊馬政府無所不用其極 打擊柯文哲 臺北國稅局回應 因為國民黨立委羅書類公布相關資料後 有民眾檢舉才進一步追查 針對MG149帳戶 北稅也在二號以證人身分 傳喚負責帳戶 合銷的臺大醫務秘書劉如毅 以及臺大葉克摩小組組長蔡碧如 柯文哲正迎回應 坦蕩面對司法調查 我們坦蕩蕩 不管今天劉如毅也好 蔡碧如用什麼身分反對局 來看那些表格 讓他們去說明 如果為了增結的快速一點 我們我們辦公室願意盡快的配合 隨後立法院財委會六號也邀集相關部會 說明MG149疑雲 臺大醫院院長黃冠棠回應 MG149是臺大核准設立 並且符合規範 MG149是乾淨的 但他不知道MG149設有內規 臺大醫院也只有柯文哲一人另外設置帳戶 對於MG149帳戶頻頻遭受質疑 柯文哲批評對手陣營動用國家力量打壓他 還把臺大醫院院長叫去立法院備詢一整天 簡直比北洋政府還要野蠻 洛淑雷回擊選舉期間就不能查稅嗎 難道檢調都不能查 是犯罪的免疫期嗎 羅淑雷強調要當市長就是要接受檢驗 行得證就不要怕 劉老師所以現在遇到一個很困難的兩難 查也不是 不查也不是 像蘇智芬那樣子 然後在選前被收押 然後這樣哭喊 然後結果證實無罪定驗 所以他說你司法的公正性 會被強烈的質疑 另外不管是蔡英文也好 蘇貞昌也好 吳敦義也好 宋楚瑜也好 也都是大家都批評說司法介入政治 可是不介入嗎 那又該介入嗎 我們這樣子很客觀地講 在過去十年裡面各種司法案件 包括馬英九所牽涉的案件 馬英九也常常打敗 但我們今天如果當司法他也是人在執行的 你說他沒有一個特技的角色 他沒有一個意識形態 也不可能 可是基本上我們彼此都要給司法一點空間 就算說他有情緒 就算說他有政治的立場 我覺得我們一般的人還是要稍微容忍一下 否則在民主制度之下 我們別無其他的這個設計 可以有一個公正假設公正的一個裁判者來判斷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如果一天到晚稍微都因為這個判決或者這個偵辦的過程不符我的意思 我就說司法被追殺 政治追殺什麼政治的黑手插入 那這個其實不只是傷害司法 是傷害我們整個民主政治的運作 是 在美國也同樣有這樣一個 我問你一個假設性問題 我昨天跟潘堅之醫師在聊 他說如果說檢調 在選前把柯P收押起來 那柯證你就玩完了 我想問的是 如果把他收押起來 或是檢調一個很大的動作 可是最後又證實他無罪 那柯P落選了 你又如何理解這整個所謂的司法檢調調查的過程 在過去有很多例子被收押了以後 反而聲勢高漲 因為大家覺得他是受到政治迫害 對我們長期以來 我們這個社會就有一種被被破壞的妄想症 我們總覺得說這個人 他今天民意聲望這麼高 所以他今天不能夠當下 今天被收押 就是因為他民意聲望太高 所以反而很多人 反而是助選 對像過去的黨外國 黨外時代的時候 很多黨外的這些 就是美麗島世代的這些候選人 他在台上他只要哭就好了 他什麼事都不要幹 他照樣當選 所以我不排除這可言 不過我現在回過頭來談談 我們陳教授 他剛剛所談的這些法條 對法條的這個瞭解情況 沒有陳教授那麼那麼清楚 可是我有一個基本的理念 基本的概念 我想也給大家批評一下 你剛剛所講的行政程序法 基本上是對自然 對一般的老百姓 那對一般的老百姓 當然我們在保障人權上面 我們必須要給他多一點人權的保障 要有無罪的推定等等 可是這個文是發給凱達格蘭基金會 給基金會 基金會他在整個制度上 他享有很多的特權 比如說他可以免稅 說他等等的這個很多的這種 所以我們政府對基金會的監督跟管制 就遠超過對一般自然人的監督跟管制 這是無庸置疑 比如說我必須做一個嚴正的釐清 就是行政程序的相對人 是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 還包括非法人團體的 所以行政程序的對象 是不是以自然為主 不是 對 是包括法人 是包括非法人團體 可是標準是不一樣的 標準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今天沒有就像柯比講的 我花了錢 我不需要跟市政府報告 我的互助人不需要跟市政府報告 可是基金會 他每年必須要受到主管機關的查障 他每一條都要有很多的發表 都要受到核對 所以我不曉得這凱達格蘭基金會 主管機關是誰 是交易部 或者是是屬於財政部 或者是內政部 我們不了解 可是你既然是一個基金會 我們大家在臺灣生活 大家也都知道 這政治人物也很清楚 很多基金會就是企業用來逃稅用的 所以我寧可希望說 政府在對基金會的操作上面 更嚴格 有更嚴格的一個標準 不過這可能真的是需要 國稅局自己來回應 但是我要請教 游榮跟委員 兩個問題 如果我們看到這個 民調資料的話 我會自然產生兩個疑問 我們先來看看民調的資料 在一連串打了一兩個月 的這個MG149之後呢 三例的民調在十月二號 柯文哲的支持度 還有百分之四十六 連勝文只有二十八 自由時報是更高 抱歉 那個連勝文支持度是更低 那柯文哲的支持度是四十一 連勝文是二十四 換句話說 打MG149 並沒有明顯的效果 把柯P打下來 另外一個調查 所謂的到底柯文哲 親不親聯 在九月十三號 三例座的民調呢 是百分之四十八 相信柯P是親聯的 然後打了一個月之後 有更高的人相信柯P是親聯的 換句話說 這個是無效的打擊 那於是兩個問題出現 第一個 既然是無效的打擊 不管是連陣營是否受益 或者是認同也好 國民黨幹嘛窮追不捨 搞得全國民眾這樣子 人心浮浮 然後不知道在搞什麼 對民進黨的質疑是說 你們恐怕 民調也沒落了 何必在意人家這樣子 窮追猛黨 國民黨到底在想什麼 為什麼非打不可 沒有好處啊 其實連勝文陣營的立場 很清楚 其實這個案子 連勝文陣營 始終都是在一個外圍 我們沒有涉入到這個案子 一開始也是羅書類委員 他再去這個追查這個案子 那也有人說 那個連勝文陣營 這個地方 他回應了八次 九次 但是都是當記者問到說 你對這個什麼看法的時候 連勝文做了一個 就是不找編輯的一個 這樣的回應 希望能夠說清楚 所以我們陣營裡面 其實對於這個案子 其實立場很清楚 我們仍然是希望選民 能夠知道我們的政策 知道連勝文陣營 他們在選舉的步調 對於這個案子 我們其實保留一個 持一個保留的態度 是由立法院這個地方 甚至於是由羅書類委員 這個地方 他們在執行的 所以跟我們這個地方 是沒有關的 那回到這個民調上面來說 其實這個也是很吊詭 其實現在不管MG149 這些案子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就算調查出柯P 可能有這方面的瑕疵 或者有這方面的問題 那選民怎麼看 這是我們覺得這個很納悶的 也會因為說大家認為這個案子 確實有問題 然後這個連勝文陣營 他的民調就開始拉高了 然後柯P就下來了嗎 我認為也不會 所以這個案子只是讓大家做一個判斷 我覺得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這個案子 就是這個案子柯P到底有沒有這個管理 或者說去治理這方面的能力 他如果連這方面的能力都沒有 一個賬都搞不清楚 都說不清楚 那這個人適不適合做臺北市長 我覺得可能要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案子是讓羅書類 他自己也承認 半年前他就拿到資料 那是上面叫他提前打 就是九月 那如果說羅書類一個人 特立獨行 還可以理解 現在是整個黨都下來 那整個黨下來 不用尊重候選人本人 雖然候選人並不阻止 不反對 他當然不反對 應該是這樣 就是連勝文沒有反對 壓下來了 他可以阻止 他如果覺得對自己不利 他可以阻止 但是他需要柯P講清楚 包括一些疑點 以及證明自己是有真的管理 我就跟你講 我就跟你講 這個案子現在是他治案在調查 如果證據很多 你認為檢調的資料 會比行政單位還少嗎 不可能 檢調現在還是用他治案 然後劉如意那個錄音帶在一週刊曝光之後 劉如意被約談 當場沒有要求羈押 那不是很多人都說他們串政嗎 那為什麼沒有申請羈押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案子既然進入司法 我們就讓司法去瞭解 那如果政治要噴口水噴一下沒關係嘛 可是你不要用行政單位 因為這不一樣 你看你剛剛舉了很多例子 真正用到司法單位直接介入了 是蘇智芬跟黃景泰 對不對 那其他都是噴口水啦 可是有人被傷到 有人沒被傷到 比如說我常常這樣理解 我說柯P為什麼相對於宋楚瑜的新票案 還有小英的宇昌案被傷得比較小 宋楚瑜事實上是起訴之後無罪 為什麼他被傷到 因為他的兒子的錢說不清楚 宇昌案小英後來連起訴都沒有 他為什麼被傷到 因為他哥哥真的有賺到錢 所以我的意思說 老百姓是公平的 老百姓是在看這個東西 沒有錯 你剛剛講說 你這個帳目上 是不是有科目上的管理問題 那個可以檢討 那是制度上設計問題 可是選民真正在乎的是 你清不清白啦 就你有沒有用公權力吃錢 OK 那所以這就變成說 選民需要知道MG149 或者是MG149下面的那個司葬 到底清不清白 還有什麼 那羅蘇蕾從九月 倒到現在一個多月 沒有拿出一個科P貪污的證據 不過我們來看看到底 現在MG149還有什麼一點 針對臺大MG149 有疑暈立法院財委會 六號邀集相關部會說明 台大醫院院長黃冠棠回應 台大402專戶下有四百個帳戶 MG149就是其中一個 而且MG149是台大核准設立 只是立委關切 MG149裡除了公帳 還有另一個以互助會形式存在的帳目 這個司葬到底合不合法引發爭論 跳脫了台大管理的那個 柯文哲的MG149 有沒有問題你就 那如果是一個互助會的話 那有的時候用字比較這樣子 白目這個有時候是個人風格 這個法規我們全部不承認 MG149在院內有絕對的管控 另外的這個司的部分 互助會那這可能是算他自己的東西 藍營立委也質疑柯文哲社私人帳戶 由台大醫務秘書劉盧毅管帳 其中有國科會衛生署收入 甚至有廠商個人直接捐款 黃冠棠回應 不能接受私人帳戶收受廠商捐款 柯文哲私社帳戶有道德瑕疵 至於是否違法則有檢調認定 黃冠棠也說 外界給台大的捐款都進入402專戶 在一下暑的各研究計畫請領支出 且都必須要有單據核銷 台大掌握MG149公帳的部分沒有問題 但台大不會承認MG149的私帳和內規 對於內規可能違反院方的規定 柯文哲回應有清楚的內規 總比沒有規則來得好 羅書雷今天再度指控柯文哲的MG149帳戶 除了以劉如意的名義開三個帳戶 還有用兩名醫師的名字開戶 兩名醫師是柯文哲團隊中的成員 存在帳戶內的是臨床實驗費 但為何開那麼多帳戶 已經將相關資料提供檢調釐清 楊老師跟游龍我要先請教你們兩位 就是說你們兩位現在對MG149 是否那個疑點到底是在哪裡 我們可能會比較聚焦討論一點 如果說三個帳戶的話 其實那也就是說什麼 還有公帳 個人帳 私帳 大家聽到悔傻了 個別帳 抱歉 我們先一個一個釐清 臺大醫院有402的募款專戶 那這個是國科會 國衛院 或是院機合作計畫等等的 這個經費通通會到這邊 那企業也可以捐款到這邊 個人捐款也可以到這邊 這是臺大醫院的 那這下面有一個MG149 這個有一個帳戶 那還有一個所謂的 這個MG149下面有兩個 一個是個別帳 一個是公帳 不過特別澄清的是 臺大醫院的院長講得很清楚 這兩個就是所謂的個別帳跟公帳 臺大認為是乾乾淨淨 清清白白 什麼問題都沒有 我不知道兩位是不是同意 先不談私帳的部分 個別帳跟公帳 在臺大醫院所負責管控核銷的 這兩個帳是不是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不需要再花時間討論 我認為這是不會有問題 因為這個按照這個基金會的 這個捐助 或者是對這個交易機構的 這個捐助 你都必須要具名的 尤龍你也認為 對 我認為在這個地方 臺大也說明了 他說MG149下面的這個帳戶 只要個別帳 公帳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 現在有問題是私帳 所以現在所有有問題的 就是由劉如意所管理的這個私帳 這個問題 好 我們先來看看 那到底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到底有沒有廠商捐錢給私帳 這可能是最大的爭議 羅淑蕾說劉如意的帳戶是私帳 帳戶裡面有院內的計畫 有國客會有衛生署跟廠商捐款的收入 這合法嗎 教育部次長呢 他說呢 大學教授不能設私帳 來接受外界的捐款 而包括柯P的律師 他也講說這個帳 絕對沒有廠商捐款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有廠商捐款給這個私帳 那麼柯P在道德上 跟在誠信上 以及在法律上 恐怕都有很大爭議 怎麼回應呢 柯辦的律師團發言人 他說私帳收入來源很簡單 每個人所繳的月費 演講的收入的捐出來 或是來自於團隊的同仁 這個都沒有對外收受捐款 就很像是互助金 互助會一樣 大家好像在表會 只要不用於違法 沒有所謂合法與否的問題 記帳秘書不是會計出身 雖然說帳目上有寫 叫做廠商捐款 可是那個不是廠商捐款 那是柯P去外面演講 他自己不拿演講的費用 叫廠商把錢捐給 這個賬戶 我想問游榮 這個有什麼問題 其實如果按照這個 柯辦的律師來回應的話 感覺上是沒有問題 不過我們回到一個 最基本的概念來說 我去演講 我不拿這個錢 然後呢 你每個月按時捐到 我的戶頭裡面來 有沒有這樣的人 好 我們現在說柯P 就是這樣的人 很好 他非常願意說 把這個錢能夠捐出來 那我們想想 柯P到當時就應該用他自己的名字 開戶就好了 他為什麼要叫劉易如意去開戶 他自己的戶頭 他一樣可以幫助別人 今天的戶頭叫做柯文哲 對不對 他的板碎 所有的東西 他放在這個戶頭 他愛幫助誰 他幫助誰 他愛怎麼用 要怎麼用 這個就沒有問題了 為什麼他不去成立一個 他這樣的戶頭 他叫劉如意去成立一個戶頭 那劉易如意的戶頭呢 也不叫劉如意的戶頭 我不知道他現在叫叫什麼 他叫做臺大外科加護病房戶頭 不過這個很容易解 因為柯P忙著救人 他沒有時間去管理這些有的沒有的帳 就叫劉如意去管理 這個不太符合一般的邏輯 今天如果我要幫助別人 我我存在我自己的戶頭 OK 我可以把我的戶頭給劉如意說 這個東西可以幫助人家 你可以從這個戶頭拿 所以您第一個質疑 就是為什麼不是柯P自己開戶 而是讓劉如意 我覺得這個東西透露了一絲不解 我們當然不能說 他一定有什麼樣的問題 請說 因為進來的錢 不一定都是柯P演講收入 也有團隊的收入 所以劉如意是代表這個團隊互助金 出名的一個帳戶 就是說出去演講 不一定都是柯P 那人家也會給演講費 可是他們都視為是 這個葉克柏團隊的集體收入 所以就整個都捐到劉如意 劉如意是代表這個團隊 所以就這樣而已 不僅如此 在公私立大學裡頭 只要是戲所主管 實質上都會有所謂的施葬 那這個施葬是由戲的助教或秘書來代管 戲所主管 戲所主管一定要施葬 那為什麼一定要施葬呢 因為戲所主管在那個 就是畢業的校友如果過往之後 要不要致電這個電儀等等等 當然要施葬 那一個戲要辦一個演講 這個需要買花籃 需要這個印刷品等等等 這個都需要這個施葬 所以公私立這個大學的戲所主管院長 其實都是有施葬的 那公私立大學的這個主管 他那麼忙 不可能把葬掛在他的這個名下 更何況這個主管可能會如何更替 那第二個是這個施葬 其實是戲上一個團隊的公葬 所以他當然要有一個代表人 這個最佳的代表人 就類似常務官的密書 或是助教來辦理 所以整個柯文哲的這個案子 如果從公私立大學老師的 這個角度來看 他是正常的 剛好真的找對人 楊老師你長期當主任 我不曉得他講的施葬 是什麼樣的施葬 有點危險 對 就至少就我這個 我自己所主管的這個戲 我們是沒有這樣一個施葬 但是會有一個戲上的一個對 那也不可能去用到密書的名字 去開付 那你紅白鐵那個錢怎麼支 都自己付 都自己掏腰包 我現在要講一個 我看我在講多這個例子 這個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我們就拿美國的一個例子 來做個比喻 一九八七年的時候 美國國會議長Jim Wright 被國會議員揭發 他的幾件事情 第一個我憋句要澄清 在美國你不能夠收演講費 你收演講費 你也你就算人家要給你演講 你也不能夠捐出去 因為捐出去可以抵稅 所以你也不能捐 所以美國人是不能收演講費 那這個Jim Wright他用什麼方法 他如果有人要請他演講 利益團體要請他演講 他說你買我的書 那他這個書他跟這個出版商講好 對分每個人各抽百分之五十的版稅 那美國的版稅沒有這麼高 美國最多大概就百分之十五 他說百分之五十 顯然是有套招的 後來這事情被揭發以後 Jim Wright沒有抵觸任何法律 可是被認為是道德上有瑕疵 這國會自己組成一個獨立調查團 來調查他自己的議長 最後證明說 他這是道德上有瑕疵 Jim Wright在這調查報告出來之後 第二天馬上辭掉這國會議長的職位 在一九八九年的時候 辭掉國會議長職位 然後再過一個禮拜 就辭掉他的議員的職位 我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 今天我們講的演講費 我第一個要問演講費多少錢 假如今天演講會 像我們今天在這邊收的演講會 按照教育部的規定 一個小時一千六百塊錢 兩個小時三千兩百塊錢 需要去設立一個專戶來保管嗎 對不對 那這演講顯然金額是很高 二十萬 十萬 那二十萬 十萬 你說這叫演講費嗎 還是說假裝請你來演講 喝個咖啡 講個十分鐘 就給你二十萬說是演講費 這麼高的金額 當然你就必須要有個專戶來保管 這是我第一個要去懷疑的 為什麼一場演講可以收到二十萬 對 為什麼一場演講 如果你不是跟你這個業務有關的廠商 為什麼你可以收到二十萬 好 那我今天要質疑他另外一點 就是我剛剛講為什麼MG149的公帳 不會有問題 我剛剛特別強調 因為捐給這個政府機關 捐給教育機構 所有都知道居民的 是 都必須甚至要以支票或者是會款來交付 都有證據可查 是 可是柯P所公布的這些捐款 就是他的私障 就是他個別障 私障的這個捐款 都沒有具名 只講說捐款 或者是什麼演講收入 都沒有告訴我們是誰出 哪個單位出的錢 你說今天懷疑我們是 因為我們有政治立場 就懷疑他嗎 還是說他自己做這個 處理這個事情 就處理的有瑕疵 引起人家疑鬥呢 這怪還是要怪他自己 委員 一場也什麼樣的演講 可以拿到二十萬 這個我也很好奇 不是演講費而已嘛 事實上我跟你講 是臺灣這個葉克摩公司 就參加 美敦利是最大一家 那美敦利 包括我們也在做兩岸交流 醫學交流 那柯P當然他也希望把葉克摩 交大陸人如何使用 所以這裡就變成多方目的匯集 他去那邊事實上 包括研討會 包括當場示範使用 教他們怎麼用 所以你說 這個是怎麼樣的一個收入 可能是包括 我來promotion這件事 然後教你如何使用 教你如何使用 如何計價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這個醫學界 應該是很貴的 而且我在那邊待兩三天 到你會用為止 到裡面產生種子 所以他不是一個小時的演講 不是演講而已 所以我說 當然你說他這個叫團隊收入 我們不要說叫演講 可是就是說 確實二十萬比較大的數字 那就過來了 我覺得真正人家在質疑 倒不是說這個錢是 比如說美敦利出的 而是在於說 這個錢進來之後 你這個過程 是不是有利益迴避問題 是 然後比如說 那個帳 比如說 如果進入這個團隊帳戶 那那個稅是怎麼繳的 大概是這兩種 那我就要問你那個稅到底怎麼樣 我這樣理解 如果說這個二十萬 不管是說一個小時的演講 還是兩三天 非常複雜的這個教學 二十萬要給柯文哲 不是給柯文哲 是給那個團隊的 這個付助金帳戶 SICU的 不是給柯文哲的錢 就是到劉如 那個劉如意那個帳戶 現在所有的這個的錢 雖然他稱為私帳 他但是他的意思就是 我都是給SICU這個帳戶 對對對 如果因為說 你說如果單單 急診室的帳戶 就變成這急診室的帳戶 其實我剛剛碰到一個 最大的問題 就是真的就是稅的問題 今天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這邊不管去演講 我們填勞務保守單 拿了之後 他就扣稅了 對對對 現在這個廠商好 柯P說我不拿了 那就稅一定不搭 他就變成急診室的收入 他就變急診室收入 他捐給了急診室收入 就到了SICU裡面 那請問SICU怎麼撕帳 他怎麼開發表給他 不過有榮這個跑不掉 因為這個檢調一定查得到 這個逃漏稅跑不掉的 對 這就是稅的問題了 對不對 我相信他一定有繳 因為羅蘇勒不是說不只一個 那搞不好也是想要把稅 我們可能後後注意一下 也歡迎觀眾朋友打電話 進來一起討論你的疑慮 或者是說你對整個 所謂的行政中立的一些看法 臺北陳先生 喂 大家好 請說 這個柯P他的演講會 他沒有說他不拿 然後他跟廠商說 就直接退到那個帳戶裡面 他要把他得到的酬勞 兼給這個團隊 這個沒有什麼違法 我相信那個 我希望那個連志穎 這個蔡先生 不要胡說八道 那今天的發肯在哪裡 馬英九為什麼要在中央 國民黨中央要發動PK 為什麼 因為次官馬英九 後面卸任以後的前途 因為他如果這一次輸了 那他一定必須實際國民黨主席 那二零一又更沒有希望了 那沒有希望他下來後 他牽涉到刑案 他應該被追溯 所以馬英九在救了他自己 發動所有黨輔宴 所有力量 一定要把柯P打下來 因為臺中已經幾乎輸了 如果臺北輸了 你想馬英九 他國民黨給他幹得下去嗎 他後面還有 所以非常簡單 那連志穎也是一樣 他在大陸的這個生意什麼的 國民黨還把它當一回事嗎 就沒有分量了 就講很簡單 謝謝臺北的王先生 是 我是覺得說 這個MG149說有涉嫌逃漏罪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講話 因為這違背的系統邏輯 為什麼 第一個 如果說演講會這個部分 義務扣角人在廠商 好 你說義務扣角人在廠商 沒有弄的時候 柯P他這邊把他的錢放到他這個 算是付出金這個賬號裡面 這個賬號裡面 他不能被視為他的個人所得 就像說一個台積電的工程師 他捐款給他們自己 台積電的文教基金會 那台積電的基金會去五風箱幫助原住民 這個金錢的用法是用在公益事業上面 揮屬他個人的所得 所以說我覺得羅蘇雷成為一個會計師 做出這樣子的一個指控 說什麼涉嫌逃漏罪 這非常荒唐啦 因為從會計上面的一個全責基礎 我收入這個部分 課稅的義務人 扣腳義務人不是在柯文哲 然後所得進來又不是進他的口袋 完全沒有任何的證據說是到柯文哲 那談什麼逃漏稅呢 所以說我覺得PK小組這一些人有點欺負到台灣的一個訴理邏輯 台北林小姐 喂陳主持人好 在座來賓好 我先聲明一下 我接下來要講的 有對視的部分 也有對人的部分 那有別於前面兩位的觀眾 call in進來 他們是比較一面倒 那我今天要做一點平衡 那希望主持人務必讓我講完 謝謝 我要講今天這個MGE49打了一個多月 我真的覺得當我看到馬主席下令說成立PK小組 而且全面動員起來的時候 我真的要對中國國民黨豎起大拇指 你中國國民黨好樣的 為什麼我這樣講 果然證明一件事情 當選舉危急的時候 展現中國國民黨黨政軍特五院全包 黨產上千億這樣子的能耐 所以我覺得該不該查 國稅局該不該查 當然該查不只查基金會 而且請問一下 在座的五位大家都知道 在台灣賣葉克膜的總共三家廠商 對不對 所以你國稅局的公務人員 不要看頭看名 這個檢查檢查人只有寫一個代號 你應該要把名字全部都秀出來 而且不只查柯文哲的那個什麼收入 你只敢動什麼 你只敢動凱達格蘭的基金會 你只敢動一個 對一個出版社去動 對不起 你應該針對在台灣獨家 只有三家在賣葉克膜的廠商 全面去查 中國國民黨敢不敢 再來 為什麼我講說 我身為一個台北市的市民 我身為一個老百姓 我真的覺得這個五院 黨政軍這個五院全包真的不是蓋的 為什麼 我們大家每年繳稅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今年的收入是明年的五月才報稅 對不對 我覺得國稅局你也很不做功課 包括你這個發文的這幾個單位 柯P去演講或者是出書 拜託 這是今年的收入 明年才要報 你急什麼 你猴急什麼 接下來我要講 我也覺得連鎮營 你也是非常的不做功課 你今天打NG是149 打了一個多月了 查證查了一個多月了 我覺得你今天 其實你剛才那個李代表 李游龍先生你在那邊講說 說這個一開始的時候羅委員講說 控告柯P說貪污逃漏稅 而且洗錢 今天連鎮營最恨的就是說 你柯P為什麼不去成立自己去 銀行成立一個自己的帳戶 然後直接廠商就把酬勞 換進你的這個帳戶裡面 你為什麼要去成立劉如意的帳戶 結果我就抓不到你貪毒洗錢 抱歉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們同事切的 不過 兩位都是記者出身的 都是新聞從業人員 我希望李游龍先生 你現在還是央廣的臺總 總臺長 你今天應該要講實話 追真相 這才是新聞從業人員 專業資深新聞從業人員 該說的話 你今天講的任何話 你都不能違背良心 我今天又不客氣對你尊重 對你建議一件事情 你今天講違背良心的話 絕對不會對你語 絕對不會對你女兒 謝謝 不過我覺得還是個人的隱私的部分 其實真的是不要牽涉到家人 非常謝謝臺北林小姐 不過再請教楊老師 所以剛剛包括說 第一個這個錢呢 不是沒有一個小時的二十萬 沒有柯文哲逃漏稅的問題 是急診室有沒有報稅 第二個這個錢是直接給這個團隊 換句話說 如果有逃漏稅的問題 也是這個團隊的這個帳戶 那誰該負責的這個問題 而不是柯文哲個人的問題 我不知道兩位是不是能接受 像這個完全不像我們國委員 講得這麼乾淨 這個他的拜訪裡面自己有講 你要從裡面拿錢出來 你還要扣多少百分之多少 你那個錢還是可以轉成 你個人的這個使用 這個他的辦法裡面有寫 我今天沒帶辦法出來 扶助金 那還是可以用來做個人 還是可以拿來做請客吃飯的錢 對不對 怎麼會跟個人的利益無涉呢 當然跟個人的利益無涉 不是柯文哲個人利益 是這個意思 他裡面也有說 你可以拿出來 可以當為自己的使用 他自己科皮牌 白目自己寫洗錢嘛 對 洗錢你還要有一點手續費 我知道 那個就是急診室的那個管理費嘛 對 不管你 不管你用什麼 他作為急診室的這個 這個這個主持人 對不對 他當然對這些錢的這個運用 他有他的一套方法嘛 對不對 他最早講 他說我這個錢要動製的時候 還要這個蓋十一個章 現在他敢不敢這樣講 那是鬆帳跟特別帳 他開始的時候可是沒這樣講 他開始的時候 他有一點也是我最質疑的 好 就算我們剛剛講了 他完全是未公 他把這個錢全部放在 劉如意的這個帳戶裡面 那既然剛開始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為什麼一直要講說 這個是一個MG149的帳戶 你一開始自己處理這個事情 就處理了這個這個 讓大家都覺得 不得不有點 不過羅蘇勒也一直講是MG149 他只好講MG149 他不知道 他一直到現在為止 他還講說MG149 他還講說MG149 下面的私障 個人障跟公障 其實應該這麼說 雙方已經認知到了MG149 是包括三類的障 公障 個別障跟私障 所以現在雙方的對話 已經不是再把MG149 跟這個SIU這個拆開 SICU這個拆開來 這個論 所以混而一談的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有時候會激同壓獎 可是在混而一談的這個過程中 我們發現藍綠雙方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藍銀很急 因為藍銀希望能夠藉由這個私障 打到底 引起柯銀的強烈反擊 甚至導致柯銀犯錯 那只要柯銀犯錯的話 這一個可以讓整個 這一個政黨的對決氣勢出現 試圖要拉升整個投票率 那反過來說 你也可以發現 其實柯銀面對這樣一個打擊 現在也老心栽栽了 因為收錢的那個賬 賬明不是柯文哲 所以再怎麼打 任何打法打下去 頂多打出一個餘文而已 也就是說劉如意 可能是第二個這個餘文 對國民黨其實是不見得有利的 其實我們不從選舉的角度來看 現在國人感覺就已經是 不管是MG149 希望能夠搞清楚 所以我如果我們不從選舉的角度 來看好了 MG149真的應該說清楚 因為現在已經把臺大 把整個醫界都已經脫下水了 那這個東西 是不是應該調查清楚 我認為是應該要調查清楚 搞清楚嘛 因為他說有四百多個MG149的賬戶 只有柯文哲 私底下設了一絲 是在